大家好,我是烟炒经销商小七 还记得网上有一个疯传的段子 一个人在烟酒店买烟,回去路上发现早前找错了 回去找店家,店家说我把刚找你的烟,我给你拿个真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现在烟酒店依然存在假酒假烟 在城市社区开烟酒店,这种问题会影响店面以后的生意 在城市社区开小型烟酒店,怎么经营,下面小七为你详细介绍 现在开店并不是低价就能赢得市场 烟酒店的经营也是一样,经营烟酒店要以客户为先 如果商店所处的地理位置在交通要到口 人流量较多,就可以试着将经营重点放在中心精心打造的卷烟上 做好卷烟出样整洁和明亮,同时做好店面装潢 试想一下,一个昏暗凌乱的店面怎么能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美观整洁的店面,让他们有放心的购买你卷烟或是其他商品的欲望 不然你给流动消费者感觉是经营不佳 商品周转慢,质量难以力求 在广大消费者心目中,留下好的口碑是长久的利益 你的言行是你商店的形象 售出商品也同样是你商店的形象 从进货方面就要严格把关,一定要从当地烟草部门进货 这要有利于你进一步树立诚信形象 其他商品也是一样,要把好进货官 售出一次假冒伪劣商品就意味着你可能失去了一个固定的消费者 刷带来坏的口碑会失去一群消费,失去一个长久的利益 对待消费者一定要和蔼可心,待客热情 要了解顾客的想法,经常和老顾客拉拉家常 主动征求意见,请他们挑刺 对新顾客要主动介绍卷烟品牌,使之产生一种亲近的感受 也就是说,无论新老客户都要与他们成为朋友,建立信任 同时要了解他们需要购买的是什么 他们此时心理想法,你能给他们最大限度提供怎么样的商品服务 不妨被自打气筒,提供茶水,方便路人 增加经营商品的类别和品种花色等 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吸引顾客,树立形象的举措 在社区开店一定要非常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消费态度的问题 周边人群非常固定,没有一个好的态度 一传一,一传百,慢慢生意就不好做了 后期想生意做大做好,更是不可能了 社区经营烟酒店更是如此 社区经营烟酒店更是如此